亚太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1月21号星期五 我是何平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宣部下令官媒宣传美好生活 营造中共二十大的舆论分 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为寻找失踪儿18天打20多份工 揭露成都官商勾结 媒体人宋扬彪遭刑事局流布 拜登上任一周年 对华政策变了 美国众议院召开听证会 强调在数字经济领域与中国竞争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中共中央宣传部本周向各官方媒体发出通知 要求编辑记者深入极限一层 充分报道各地发展的成就 为中共二十大营造氛围 有评论认为 当局此举是想让媒体走回头路 并且有可能超越文革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农历新年前夕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下文 要求各新闻单位认真组织开展 2020年新春走基层活动 报道中国社会的美好景象 为下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造势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中宣部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要把新春走基层活动作为迎接二十大主题宣传的重要开篇 通知要求编辑记者增加角力 眼力 脑力 比例 深入基层一线 深入群众生活 充分报道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报道各地欣欣向荣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为二十大召开营造舆论氛围 日本金港大学教授杨海英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面对新冠疫情 大量人口失业 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 以及经济下行等诸多不利因素 当局希望通过媒体宣传营造有利于官方的气氛 他说 说明现在他没有自信 中国社会也充满了这个矛盾 那么这些矛盾也不光是阿里巴巴 同志强调要认真组织专题专栏报道中央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 在重要版面 重要时段 网页首页 客户端 首评等 统一开设新村走基层专栏 每天要保证一定的刊播总量 及时反映活动进展情况 活动结束后 回顾总结活动进展成效 反映新闻记者参与活动的心得体会 杨海英认为中宣部提出的要求非常具体 让许多人联想到中国的宣传模式 正逐渐向文革方向倒退 对整个社会要用最现代化的这个科学技术来做它最基本的 也就是毛泽东先生时代的那一套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全盘回到毛时代 和西方民族主义国家不一样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做法 四川媒体人马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中共发展进程中每当遇到大事 中宣部都会下文为新闻机构指明报道方向 马先生说 从目前的形势看 有关当局对言论的管控 今后可能更严厉 新冠疫情当前 当局要求各新闻单位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 统筹开展工作 确保采访报道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还提出要坚决融合创新突出移动优先 多策划推出直播报道 短视频等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荣媒体产品 另一方面 中宣部 广电总局农业农村部 以及共青团中央等十多个部门近期发文 要求围绕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普及科学理论 宣传形式政策等 激发农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开展迎接二十大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一文 之前在微信朋友圈刷屏 而北京在19号召开的新冠疫情防控发布会上 一名无症状感染者因为儿子走失 为了寻而到处打零工维持生计的生活困境 则被网友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王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北京朝阳区19日公布一份流调 被流调人岳荣贵是住在朝阳的一名装修材料搬运工 他是当天五个确诊者之一 当岳荣贵的流调一公布 许多网友看了鼻酸 他的流调是从元旦深夜11点半开始 他在乔丽志酒店工作到黎明4点43分 过去18天他去了20多地打工 因为早上6点到晚间11点北京货车进行 所以岳荣贵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从凌晨工作到清晨 没有一天休息 光是1月10号 他在北京的寒夜中奔波了五个地方 九小时打工跨三区 流调中只有一次就餐记录 也是仅有的一个与工作无关的地点 中国新闻周刊找到岳荣贵 他在专访时提到 2020年他的大儿子走失 因为儿子曾经在北京做过帮厨 他来到北京寻找 在此同时 他已经去过山东河南河北等地 寻找儿子的同时 他会打零工维持生活 为了节省开支 岳荣贵住在十个庄 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 每个月的租金大约七百元 岳荣贵算了算 这一次在北京待了四十多天 跑遍了北京的东五环 南五环 赚了一万多块 湖北评论人吴立娟告诉本台 他到北京上访时 也曾当过临时工 曾在绿草种植公司花园打过工 也做过打扫中电工 当时一天八十到一百元 管一顿饭 他们没日没夜的 为了生存 为了生活而盲目 干的工作都是最辛苦 最没人干的工作 什么打扫 地下通道啊 抽水沟啊 帮别人搬家呀 这些是临时工 吴立娟说 现在在北京的访民 为了维持生计 在北京打零工 一天约一百到两百元左右 日结账 因为他们大多住在不确定的居住地点 所以找日结账的地方工作 偏僻农村的那种家庭式的小房子 也几平米 十几平米都是三四百 就这房民都承担不起 都是三个人 两个人 五个人 打火挤在几平米的房子 中国异议人士季风受访时提到 在北京这样的小工 临时工约有十来万人 主要做搬运装修 这些临时工绝大多数都是当年被驱赶的那样 所谓的低端人口 月容贵的新闻获得大量专载 网友留言 我看了太心酸 有人看了哇哇大哭 还有人说 搬运工满屏的流调 每一行都浸透着无尽的心酸 有人留言 这些人不但从空间 而且从时间上 都与我们彻底被隔开了 在街上交错而过 都不可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黄春梅台北报道 从未经许可 曾被誉为南京疫情吹哨人的资深媒体人宋扬彪 近日经有人证实已被四川成都警方刑事拘留 并相信宋扬彪被抓 与他揭露当地一起 疑似涉及关商勾结的伪装建筑事件有关 截至目前本台上无法独立核实上述消息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高峰的报道 宋扬彪被公安带走的消息传出后 他的朋友致电成都锦江区分局沙河派出所询问他的下落 这个不是我们派出所民警办的案子 是锦江分局他们行政大队 他这个人现在是还在你们派出所吗 是 还在派出所 但是昨天已经通知他们老婆了 他现在是出于一种什么状态 确认是已经刑拘了吗 对 确认 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 刑事 听他们说的是网络寻寻寻寻寻 身在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林生亮相信 宋扬彪是在星期三傍晚出世 相信当时正在成都双流机场准备坐飞机前往南京 他在那个5点26分的时候在跟南京的朋友通话记录当中 就是聊天 微信的聊天记录当中的就是5点26分 还是在能联系上的 就是5点26分之后他就这个就没有消息了 在后来呢 就是觉得他这个人可能是失踪了 宋扬彪曾任职多家报社 当过编辑和记者 却已进行调查报道为人所认识 也为他带来一定的知名度 星期一 宋扬彪在公众号发布文章 揭露成都锦江区三圣花乡景区存在违建别墅群 他上面的文章是要讲到呢 在那个锦州区那个别墅群 就是一些权贵利益集团在那里伪张建筑 占用了大量的那锦区里面的那个农地 田地风景区里面的那古树木 他是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 发出来之后没多久就被删掉了 就整个他那个作者那个文章啊 整个公众号都被消除掉了 林生亮相信事件涉及官商勾结 才会惊动公安 能在那个地方建大量建那个豪华别墅的人 人的背后一定是当地官方嘛 有背景的嘛 或者是说他跟官方有一定关系的人 也是属于那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人 不然的话你想想他怎么可能动用公安的手段 把那个公众号还有把文章删掉呢 也知道他当天就要坐飞机去南京了 他就把人家抓走了 在林生亮眼里宋阳彪敢于发声有正义感 去年南京爆发疫情后 宋阳彪曾撰文谴责南京路口机场行事官僚 防疫工作存在漏洞 导致整个南京被封城殃及多个省市 当时宋阳彪被誉为南京疫情的吹哨人 2013年8月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开审前夕 当时任职广东时代周刊的宋阳彪 曾在微博组织群众到法院挺拨 他因此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部分主要省市面临新一波疫情侵袭之际 多地民众因谈论疫情而遭到警方处罚的事件 也再次受到舆论的关注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近期中国不断有网民应发表未经官方媒体报道的疫情消息 受到处罚 本周二陕西咸阳警方通报 网民李某某在微信群内私自发布 打完疫苗不能直接做核酸 否则阳性 核酸后打疫苗不受影响的虚假信息 其行为严重影响了疫苗接种工作的正常进行 构成虚构事实 扰乱公共秩序 滨州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制规定 给予李某某罚款500元的处罚 上述消息引发众多网民质疑 认为李某某的群聊言论不算造谣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周三陕西咸阳公安微博通报称 针对网民观众的李某某设议谣言案 滨州市公安局经过复查 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违法 现已撤销对其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 退还罚款 并对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对于陕西警方先抓人后调查的执法行为 曾被勾陷而判刑入狱的毒奶粉受害 患儿家长郭丽 周四对本台说 当网民的一些言论被执法者认为 对政府有威胁的时候就会抓人 江苏宜兴时事评论人张建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网络出现有关疫情的小道消息和评论 无需大惊小怪 对疫情有一些传言或者是不实的信息 它主要的根源还是这个国家 它不透明 很多的信息不透明 官方的媒体有不值得信 所以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这种上纲上线也意味着 这个中国的疫情更加任外界之中怀疑 另据央视新闻周三报导 山东省林一市蒙英县警方依法查处 并行政拘留一名在网上编造传播天津疫情谣言的网民 1月14日网民段某某在快手短视频发布 涉天津疫情的不实言论信息称 天津现有确诊1393人 累计确诊2174人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目前其账号已被平台封禁 蒙英县警方对段某某已与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分 天津居民王女士对本台说 当局禁止网民发布非官方的疫情消息 因此上述网民的言论不属谣言 我觉得说应该是有根据 谁照这谣干嘛呀 有啥用呢 不放不起浪 那你说没在谁说那个干嘛呀 是不是 咱也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去干嘛去 只是实话实说 每个人愿意照这种谣 或者叫道丁都说 那这也不叫照谣啊 1月10日天津警方微博平安天津发布通报称 1月9日一网民编造天津已缺诊 700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不实视频在网上发布 造成恶劣影响 天津公安南开分局将该网民朱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混出 ruик市 oops说太震撊了 多少大道 你不拍摇 bersen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表示 他目前并没有解除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因为中国并没有完全履行此前承诺的采购目标 拜登上任已有整整一年 美国的对华政策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本台记者江澳对此进行了一番梳理 在上任一周年前夕 拜登周三召开了近两个小时的记者会 但被问及美国是否应该放宽 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时 他表示现在做出决定还为是过早 因为中方仍未达成两年前承诺的采购目标 他指出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但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在2020年初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 中国承诺将在未来两年里 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1月到2021年11月 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总额仅达到了承诺目标的62% 其中农产品表现最好 达到了承诺目标的三分之三 而能源产品表现最差 不及承诺目标的一半 拜登上任后 他并未调整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上述美国机构的数据显示 美国仍对约三分之二的中国商品 平均加征近20%的关税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认为 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按兵不动 显然有政治上的考量 在其他经贸问题上 美国政府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的高压态势 但其在2021年度的各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中说 中国仍然存在重大贸易壁垒 包括过剩产能 工业补贴 技术转让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日表示 美中两国在这些问题上仍在保持沟通 但目前他们并没有派官员到中国谈判的计划 在外交层面 美中两国近期有过多次交锋 从前来看 拜登政府大致保留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强硬态度 但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合作的意愿 过去一年间 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三次话 两人在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交换了意见 而拜登也毫不避讳地谈及新疆 香港 台湾等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拜登还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说 他在去年11月的视频峰会上对习近平明确表示 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必须提高透明度 另一方面 美方反复强调 他们希望竭力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近期直言 华盛顿无意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 而是寻求与中国共存 但他也指出 中方在很多问题上的做法不同 这将让两国面临竞争 这听上去与拜登政府提出的该竞争时竞争 能合作时合作 必要对抗时对抗的对华政策相吻合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表示 表面上来看 当前美中关系较特朗普离任前的火药味似乎少了一些 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资深外交官伯恩斯上个月获准出任驻华大使 意味着这个空缺了已有一年多的职位即将得到填补 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诚会上 伯恩斯展现出了强硬的对华立场 表示他不会对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保持沉默 并将与北京当局就此进行交涉 说到人权问题 拜登政府更是一刻没有放松 去年3月 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针对中方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 对新疆公安厅厅长陈明国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正等多名官员进行制裁 此据被视为自六四事件以来 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罕见动作 此外 美国还扩大了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名单 包括禁止美方实体投资数十家中企 并就中国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 制裁了几十个中方实体 禁止美企擅自对他们出口商品或技术 拜登上个月还签署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禁止进口新疆产品 除非企业能够证明相关产品不涉及强迫劳动 此前联合提出这项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对此表示 这是美国追究中共使用奴役劳工的责任 而采取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行动 并将从根本上改变美中关系 一个半月前 美国政府还宣布将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不会向这些赛事排除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 此后英国、丹麦、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 陆续采取了类似行动 舆论普遍认为 美国的这个决定影响到了很多国家 过去一年来 美国官员多次重申 在应对中国给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时 联合盟友共同行动至关重要 在人权问题上 拜登政府显然在这样做 陈奎德说 这正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亮点 因为这戳到了北京当局的痛处 新的一年中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 还会有哪些大动作 本台将持续关注 美中两国围绕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 近期成为舆论焦点 本周三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举行名为 印太地区数字经济战略重要性的听证会 多位与会者 强调了美国应在数字经济领域 与中国竞争的立场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孙诚的报道 众议员史蒂夫·夏波表示 数字经济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言 是最重要的事 中共正在试图利用数据控制他的贸易伙伴 他说 多年以来 中共已经通过了法律规定和标准 使他能够控制他的公司和民众的数据 同时使全球的数据流往中国 夏波议员说 在大量重要数据每天流入中国的同时 美国过去的表现过于沉睡 他认为美国应当与印太地区的伙伴合作 他在阐述合作的方法时说 最好的办法是去谈判 并总结出一个数字贸易协定 据彭博社在去年7月报道 拜登总统在考虑一项涵盖印太地区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议 从而寻求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发展的方法 参与这项协议的国家将包括加拿大 智利 日本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新加坡等 中国国务院在去年12月 发布了十四五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表示将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合作 美国亚洲政策研究所副主席 温迪卡特勒认为 中国的目标是利用自己在经济方面的吸引力 为自己创造一个在数字化问题方面 符合心意的国际环境 温迪指出 中国正在尝试建立一个非常不同的数字未来 习近平已经将技术创新 作为他全球计划的主要战场 他说 让我们记住 中国的数字化未来包括控制信息获取 压制意义 以及对特定人群的监控和镇压等 令人担忧的努力 美国必须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塑造一种与中国不同的正面选择 推进民主规范 包括透明度、开放性、互操作性和公平性 最近中国正在印太地区寻求加入数字贸易国际协议 习近平在去年10月30日出席20国集团线上峰会时 曾表示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决定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中国商务部网站则在11月1日公布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已向新西兰方面正式递交了加入申请 这项协议是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在2020年6月发起和签署的 旨在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交易 美国国务院亚太局主管区域安全政策及多边事务副主卿戴维菲斯在听证会中表示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于未来的观点与美国有根本性的区别 他警告道如果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败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 他说 如果我们让他们继续推进他们的经济和技术目标 而不是适当的竞争 不是让我们自己更有弹性地对抗他们的颠覆 不是让我们的盟友和作伙伴变得更强大和更有弹性 那么对于亚洲和全球的控制和主导权而言 后果可能是绝对严重的 众议员安迪巴尔在听证会中表达了美国与中国在数字化领域进行竞争的必要性 他说 北京确实认识到未来在21世纪争夺全球影响力 需要驾驭数据 以实现商业技术军事和情报优势 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 我想强调一下 这就是这次听证会的全部内容 我们需要竞争 我们需要应对这种威胁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就金山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当局在新疆的治理手段日趋引发国际争议 近日在本台亚洲很想聊的节目当中 被判刑的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姆·图赫提的女儿菊尔 提到维吾尔人温厚语的改变最能体现中国政府的压迫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黄春美发自台北的报道 离开新疆将近九年的菊尔在节目中提到 维吾尔人大都信仰伊斯兰教 全世界伊斯兰教都有通用的问候语 愿主给你平安 他说现在跟家人联系交流的问候语都很浅显 只有吃了吗 喝了吗 这一些简单的对话 他都能感受到在新疆的亲人所处环境的恐惧 现在愿主给你平安这句话 不可能再从新疆维吾尔人口中听到了 在电话里是不敢说的 我听到的问候语是什么呢 习近平和阿玛语 全全国和阿玛语 那我来翻译一下 习近平愿你平安 全全国愿你平安 Party就是Party 中国共产党的意思 居尔的父亲伊里哈姆土和提 九年前应邀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当访问学者一年 当时妇女俩试图前往美国时 居尔的父亲在机场当场被捕 居尔在节目回忆这一段往事 仍然历历在目 他用唯语跟我说的 他说你看看你周边 这个国家这样对待你 你还想待在这吗 居尔说到当时爸爸推他去搭机时 他非常不解 因为十多岁时 他语言不通 家人都在中国 他一个人去美国做什么呢 他只记得当时眼泪一直往下掉 手也发抖 爸爸最后告诉他这一段话 你别哭孩子 你别哭 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为我的姑娘不坚强好欺负 然后我爸爸就推着我的肩膀 说孩子你走吧 孩子你走吧 你抓住这个机会 我宁愿你在美国扫大街 也不想你待在这 对于新疆问题 居尔举了个父亲 在他很小时说了个例子 一幅破洞 如果在洞非常小的时候 针线活做得好 补一补看不出一幅破小洞 如果针线活不好 甚至刻意撕扯破洞 或是不管破洞 只会越来越大 那中国政府就认这些矛盾越来越大 甚至刻意在区间造成各种矛盾 以做出将来可以全方面掌控维吾尔人 以及甚至其他民族的这些理由 曾经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的作家韩秀 在节目中指出 40年前中共人忙着内部争执斗争 对新疆的态度是资源掠夺比较重要 当他抵达新疆时文革已经开始 但是当时维吾尔人生活区域 虽然有所谓的文革 但是为乎其为 韩秀举例 当时维吾尔人拿到毛雨露是拿来卷烟 他说语言隔阂意识形态太遥远 维吾尔人永远不会知道文革是什么 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是他们的精神力量 这让中共很介意 新疆的维吾尔人 他们是非常和平 非常安静的一个民族 韩秀说维族和汉族两个民族之间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维吾尔遭受的压迫疏离 歧视老早在心底 中共一向是用武力解决问题 不只抓人还把人关押 还要利用他们的劳动力来生产 从前的南疆劳改队就是以慢性屠杀为目的 是中共在欺负维吾尔人 而他们无力反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 法国国民议会与本周四通过了一项谴责中国政府 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决议 法国因此加入了美国 英国 荷兰和加拿大等七国议会的行列 成为第八个认定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 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的国家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法国国民议会20号以169票赞成 一票反对 妖导性通过有关承认 并且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人施加的系统性政治暴力 带有种族屠杀性质 并且构成反人类罪决议案 这份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案 却得到了法国总统所属的共和前进党议员的支持 决议文指出 根据记录的证据 中国政府组织与规划 极端且系统性的政治暴力 中国企图摧毁维吾尔认同 与社群连结及世代间的传承 广义而言 就是要企图摧毁维吾尔族 构成种族灭绝 这样的内容还敦促法国政府 就这个议题明确立场 并呼吁政府 保护在法国的维吾尔族人 免受中国的任何恐吓和骚扰 还希望当局在对中国外交政策中 与国际社会一起采取必要措施 以结束针对维吾尔族人的罪行 代表政府发言的外贸部长李斯特指出 法国政府了解到 中国对维吾尔族所进行的系统性暴力 并且有压倒性的证词 他说 面对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所进行的系统性暴力的严重性 法国持续且全面性的强烈谴责中国这种无法归类和不公正的行为 他还表示在与中国各层级双边会面时 多次提及对中国人权议题的关切 要求终止在新疆的严重性作为 但是李斯特认为 种族灭绝的认定是国际机构的责任 而不是政府的责任 认为法国必须打破沉默的社会党第一书记弗尔说 正在完成的就是要消灭维吾尔人的现在和未来 200到300万男女被强制关押在1400多个集中营中 大约90万名儿童与被拘禁的父母分开 被送往孤儿院接受在教育 强制绝育导致出生率令人眼花缭乱地下降 16000座清真寺被摧毁或损坏 墓地被移为平地 取而代之的是停车场 数字监控无处不在 维吾尔语 宗教和传统被禁止 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从童年到死亡 维吾尔人的整个生活都被一台无情的机器打乱 旨在消灭一个民族的生物和文化 议员乐度就以为 中国的宣传将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 描述为职业培训周心 这与1934年纳粹在达豪的宣传类似 是一个悲惨而灾难性的类比 他强调 为维吾尔人行动 意味着呼吁中国人民的良知 停止国家攻击宗教少数群体 也意味着希望欧洲在捍卫全世界 所有人的尊严方面更具抵御性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多里坤·艾莎在法国通过决议案后 发表声明指出 法国国会通过此一决议 为国际社会更广泛承认 维吾尔人遭到种族灭绝 跨出关键一步 世卫会发言人丽丽夏提说 世卫会呼吁法国 以及国会已经通过有关决议的其他国家政府 应该与其国会立场一致 采取有意义的协同行动 结束中国人权暴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发布声明 警示中国政府正通过举办冬奥进行运动洗白 以掩盖它在人权方面的罪行 而中国政府则威胁各国运动员 不得在冬奥会期间谈论敏感的人权问题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报道 冬奥会的举办时间往往是一年最冷的时候 还有两周就有拉开大幕的北京冬奥会 因为和中国人权问题牵扯在一起 又格外添了一股肃杀之气 北京冬奥会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淑 周三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 提及冬奥会可能涉及人权问题时表示 任何行为或言论违背奥运精神 尤其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 会受到一定的惩处 一直在呼吁外国运动员 借冬奥会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腾彪 从这种发言中听出了明显的威胁意味 我们一直是在呼吁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官员的这种表态 是对这样一个可能性的一种警告 一种威胁 想要把这些准备有所动作的运动员给吓唬住 中国政府忌惮在冬奥会期间 听到外国运动员谈及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 并没有逃过外界的眼睛 国际特赦组织在周三发表的声明中指出 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 实际上是想利用冬奥会来进行运动洗白 让外界忽略中国的人权问题 冬奥会似乎越来越成为 国际社会争议中国人权问题的一片舆论场 国际特赦组织周三声明中的一句话 表明了他们关切心态的重要根源 这句话说 世界必须汲取2008年北京冬奥会的教训 当时中国政府承诺改善人权 但这并没有实现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倡导与研究专员陈敬杰的评估 与之相同 在中国第一次举办夏季奥运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他们会去尊重人权 然后要去向世界展现说 中国在人权的保障 或是这个所谓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有多大的进步 可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是从当时2008年到现在 中国的人权的进展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反而是倒退的 曾在中国长期担任人权律师的腾彪评估说 在中国当前的状况下 如果有外国运动员对中国人权问题发生 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他们可能比如说会被提前遣送 会比如说当场遇致死 然后有一些警告 或者有一些短暂的拘留 关押也是有可能 这种风险已经在国际运动员群体中 引起了警觉 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周二举行的一次相关主题研讨会上 曾经参加过前两届冬奥会的 美国运动员霍夫曼表示 他建议国际运动员 对中国人权问题保持沉默 否则他们将不仅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 还会受到国际奥委会的惩罚 但保护卫视的专员 陈进杰认为 国际社会仍然应该利用 冬奥会的机会 对中国人权问题发声 因为这不仅仅事关 言论自由的问题 也关系着更广泛的人身自由 和其他基本权利 这不仅事关中国人的自由权利 也关系着外国人在中国的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网云 华盛顿报道 三十年前的今天 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乘专车抵达武汉 拉开了九二南巡的帷幕 而就在几天之前 网传一名男子在邓小平南巡的另一站 深圳的闹市区 举牌挑战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 并呼吁捍卫改革开放 随机被捕 这不禁让人想问 时至今日 中国还在改革的路上吗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骄傲的报道 近日网上疯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在街头举着一张写咬 打倒习近平 捍卫改革开放的标语牌 还喊出了一连串挑战中共权威的口号 很快 多名警察就把他安藏了地上 而一些围观路人纷纷拍手叫好 但即便在打地后 他仍然士气高昂 多名网友指出 此事发生在上周四 事发地在深圳罗湖口湾附近 不过本台记者无法独立核实相关细节 也尚不清楚此人的身份 但如果此事的确是上周在深圳发生的 那么这显然是一起高度敏感的事件 因为这正值中国前任领导人邓小平 难寻三十周年前夕 而深圳是当年的重要一战 第一时间转发了这段视频的前青海省政协委员 民营企业家王瑞勤表示 他认为这位示威者喊出了很多人难以表露的心声 1989年六四事件后 中国政府因残暴镇压提出民主诉求的普通民众 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制裁 而在中共内部 各位元老对于是否应继续改革开放意见不一 四年初 中国国务院丛林李鹏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说 在治理整顿期间 一些改革措施要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 有党内人士担心 这表明中共有放慢改革步伐的苗头 这对于是改革开放为其重要遗产的邓小平来说 显然是个紧要关头 为了牵定国人对扩大开放的信念 并对党内高层发出明确信号 邓小平在1992年1月17号 从北京乘装用列车南下 并在此后一个多月里 先后访问了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参观了多个工厂、建筑工地和商业中心 在此期间 邓小平留下了许多筷子人口的话 比如当年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 他就斩钉截铁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但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 经济学者李恒青强调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有一条底线 不过几十年过去了 当今的中国领导人显然不仅心满足于党的领导了 舆论普遍认为 习近平上任十年来 逐步削弱了自毛泽东去世后 中共几十年来的集体领导模式 并试图营造对他的个人崇拜 就在两个多月前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内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在这份长达三万多字的决议中 勉绘习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篇幅超过一半 不但如此 习近平的名字在全文中出现了22次 高过了毛泽东的18次 邓小平的名字仅出现了6次 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 随后在记者会上的一番话 更让人担心习近平要定于一尊的野心 确定习近平同志 党中央的黑心 前党的黑心地位 是实在互换 历史选择 民心所向 早在几年前 世人就已经目睹了习近平集权的重要一步 2018年3月 近3000名中国全国人大代表 几乎全票通过了一份宪法修正案 取消了国家政府主席的任期限制 当时就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开倒车 意味着邓小平对于文革等历史事件的反思被否定了 同年底 习近平还在北京举行的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到 不该改的 不能改的 坚决不改 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 习近平一方面想摆脱毛邓两人的政治遗产 另一方面又受到了他们的约束 因此他不断提出要开创一个新局面 如果说政治改革在北京当局看来一向是个进去的话 那么经济改革的停滞 甚至倒退就更令人担忧了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近几年来这样的迹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后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下放水4万亿 暂时稳定住了当时仍然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基本面 但好景不长 此后十年间 国内的劳工成本迅速攀升 年轻人对体力活越来越抵触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开始被撼动 经济增速也逐年下滑 中国金融学者何强斌表示 在经济层面上 习近平正与国际趋势渐行渐远 习近平日内 中国显然更重视自力更生 2015年 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制造2025的文件 提出要力争在十年内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这项产业政策引发了一些西方国家的警惕和不满 最终就连北京当局都不再提了 2018年初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加成关税 希望迫使其纠正 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强迫转让技术等不公平贸易行为 就此打响了美中贸易战 此后 美中双方对彼此商品加成的关税 一度达到数千亿美元 联国关系急转直下 近几年来 考虑到北京当局在新疆 香港等地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 美国还对大批中国企业进行了制裁 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后 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动能 进一步遭遇重创 同年5月 习近平在两会期间提出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更被外界指责 违背了改革开放的精神 还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创新 和经济发展前进 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近期还对互联网企业 发起了大规模反垄断调查 并重拳整顿了网游 教培 娱乐等行业 不少人认为 这标志着国际民退 正卷土重来 前中国民营企业家王瑞琴表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过去十年间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他任内的这十年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民营企业也好 中国经济也好 直线式的下降 那在民营企业层面的这些措施 几乎跟原来的 温时期没有差别 总体来讲 在这个经济领域 是全面的是收 而不是放 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打破历年惯例 只字不提改革开放四个字 这位政治强人 究竟要把中国带向何处 无疑是关乎世界未来的一大问号 自于亚洲电台记者 娇奥华盛顿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闭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 特别开辟了 伪赘为.onion的暗网网址 中国大陆的读者 可以借助此网址 匿名访问本台 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中国民众怀抱着 对真理的渴求 勇猛地翻越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 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 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 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english 普通话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english 粤语版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 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 自由亚洲电台如今 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 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 所遭受的严酷迫害 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 本台藏语节目在中国境内被查禁传播 据海外维权网星期四披露的一批 有关中国政府查禁的藏语歌曲、书籍和广播节目名单 其中包括了本台的藏语节目 据细从2018年314事件十周年以来 中国当局已针对涉藏文化产品进行了多次查禁 其中包括藏语歌曲、图书 以及2018年本台藏语部制作的广播节目 《良知、中国知识分子》和拉萨事件等 去年8月落马的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 近日出现在中国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当中 当局并披露他与弟弟周建勇 一个从政、一个从商 利用公权力官商勾结的内幕 此外周江勇的妻子在周江勇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期间 在一家宁波农商行挂职党委副书记和监事长 并也长期受到银行内部职工的举报 目前周江勇案仍在调查当中 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仍在发酵 据路透社的报道 恒大境外债券持有人特别团体 星期四表示 恒大没有积极地与他们沟通 化解债务风险 无视他们的合法权益 他们将采取法律行动 通过强制措施进行维权 据悉恒大债务高达3000亿美元 恒大虽然从去年开始 已经出现美元债务违约 但在中国境内还没有违约的记录 听众朋友 自于欧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节目 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何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